周慧敏 林心如 林志颖 钟翰良都是不老传说 想要像他们一样维持东林的脸蛋 保养就要趁早了 那你知道几岁开始就要抗老了吗 让资深的美容师林伟梅告诉你 我的建议是你从21岁开始你就要注意 这样你年轻的时候可能不需要做那么多的 查那么多的保养品 可是你最重要的就是你要选对你的产品 因为有些人21、22岁都已经开始衰老了 然后有长半了 可能18岁的人你也会注意到有的 线燒都是你表皮会觉得很干 然后开始有细纹 然后眼睛那个部位是最明显的 眼袋、下垂、鱼尾纹的 就是开始你是需要再做这个抗甩的这个步骤了 这样21岁你就最主要就是要开始做好保湿的工作先 这样如果你的皮肤已经开始有皱纹有细纹了 你就要开始添加一些防老的护肤品 面膜它可以让我们的皮肤能够补充水分 最主要我们都会建议使用的面膜都是水分的 或者是抗敏感或者是美白的 如果你可以有一个星期附一个水分的面膜 对你的皮肤是很有这个功效的 网上可能有建议DIY的一些mask 其实我们可以用来参考 可是不能够完全的都能够使用那个方式 因为有些植物跟蔬菜它本身是有水果的酸性的 这样如果它没有经过process直接敷在我们的皮肤上 可能会令到我们的皮肤敏感 洗脸其实我们都会比较建议用冷水去洗脸 因为我们的脸的皮肤比较薄 如果我们用的水比较热的话 这样会破坏我们的皮肤的pH值 如果那个医生或者美容师有吩咐你 这样这几个系列的产品一定要开了之后放去冰箱的 这样你可以这样去做 不然一般上的保养品它是不需要的 只是你不要放到有热的地方 有晒到的地方就可以了 防晒是每一个人一定要做的这个步骤 这样我们涂防晒的人 不只是说白天才要涂防晒 其实晚上没有太阳没有阳光的时候 我们也必须涂防晒 它最主要它就是可以预防紫外线对我们的皮肤的伤害 就好像给我们的皮肤一个保护层 穿了一个衣服这样 其实我们的皮肤如果是经常有给紫外线这样暴晒之下 没有涂好防晒跟水分的工作 我们的皮肤肯定会很快的老化的 这样我们都会建议我们的顾客 一洗完脸涂完保湿就立刻要涂上防晒 半个小时之后才可以出去 我们涂抹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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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抹 想知道吃什么可以抗老吗 让饮食治疗师郑佩瑞告诉你 要抗脏不一定要花很多钱 其实可以从我们本身的生活饮食习惯 在那里做一个调整 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饮食方面要比较均衡 比如说一些含糖比较高的 或者是高脂肪食物呢 这些都要比较少吃 因为它会让我们身体的这一个容易处在一个发炎的状态 所以就可能比较容易生病嘛 再来的话呢 饮食方面呢 可以尽可能的话呢 吃多一些抗衰老的食物嘛 其实无论是小孩大人老人呢 其实每天都可以吃 就比如说维生素A的食物 就好像有这个番茄 红萝卜跟木瓜 然后维生素C的 包括这个橙 柠檬啊 花椰菜 这个奇异果 然后维生素E的呢 就比如说有一些坚果类的东西 菠菜啊 或者是这个avocado 其实这些食物呢 都是我们日常的食物 平常多吃也没有害的 而食疗方面呢 其实一些美颜的 或者是一些美颜美肤的这个饮料啊 或者是一些烫水呢 其实是 其实喝也是没有关系的 比如说 叶萝卜类的啊 白木耳啊 莓果的果汁 绿茶 茶类呢 其实都有很好的 抗水老子这个功能 当然的话呢 规律的运动 就是每星期 至少三次的运动呢 其实可以让我们 整个身体呢 细胞都好 整体都好 好处在一个 比较健康的状态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睡眠非常重要 因为睡眠其实是 让我们身体 整个休息 然后再做修复的动作 如果说我们经常熬夜的话呢 我们的身体没有办法 休息到也没有办法修复的话呢 就会提早有这个 老化的现象 想知道更多动灵的秘密吗 10月28号播出的 GoFit大讲堂 将邀请专家为现场解答 千万别错过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